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腌好的青菜放入纱布中挤断水缝 300克面粉倒入青菜汁和面 边倒边搅拌搅成续装 然后下手搅成面团 揉好后放碗中洗面15分钟 将胡萝卜 鸡蛋脆和青菜放在一起 放点食盐花椒粉食用油 生抽 蚝油搅匀 洗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搓揉一下 然后整理成长条 切成相当的面积 然后按扁 最后用白面杖软薄 放入馅料包成饺子 锅中烧开水放入饺子煮熟 用勺子轻轻的翻动 防止粘连在一起 煮熟后控水捞出 美味的青菜胡萝卜线饺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劲道爽滑 味道鲜美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嗯 Muah Muah